不要烦我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是食物的照片 我才要看 不是食物 那我才不要看 是你的照片 我的照片 那一定非常帅了 这就是你打破玻璃的证据 我的字是怎么这么帅啊 你为什么要说谎 我喜欢 我高兴 你的行为是不对的 必须向披萨阿姨道歉 水晶游草 你不要急嘛 哈哈 组装完成 我们赶快让他到街上巡逻吧 来看第五张照片 啊 配到苍蝇王丢球的画面 今天可是大日记呢 以后到广场去打球 那边地方比较大 这颗球我就没烧了 哎呀 不但要打扫碎玻璃 而且还要花钱装新玻璃 真是气死我了 强巧要扫干净 碎玻璃要另外装起来 不可以直接丢进乱色桶 你真烦 做错事还敢拎嘴 我错了 不该打破你的玻璃 不该诬赖给小朋友的 这才对嘛 你为什么打破披萨超商的玻璃 做错事就要承认 不可以说谎 我在这里 你才真会跑呢 你别跑 跑到哪里去了 原来在那里 打棒球 那你们的球呢 原来这颗球 是大力烧饼打的 当才我和苍蝇王追逐时 他突然被一颗球 打中脸部 听到没有 老大在找我们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要怎么救老大呀 好像没办法哦 这种绵密的口感 令人回味再三的滋味 深深地触动了我的青春味蕾 这是什么意思哦 平常教你多念书 你总是不提 人家没有书嘛 不要借口一堆 谢谢老大 简单地说 就是 太好吃了 谢谢老大的肯定 昨晚小强偷了蛋糕 他们现在可能 已经试下性情了 有大力 而且另外超人同时出现 你们打得过吗 打不过 傻瓜 这要花多少时间 你知道吗 老大 我们可以用石头 打破窗户 试探他们 好主意 赶快去解石头来 看我 试探 试探 犯人叫人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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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请享用 谢谢爱心蛋糕 道理烧饼 不管是谁的 我都要把它全部吃光光 你以为我们忘记你的生日了 大力烧饼一定忘了 哪有啊 我吹蜡烛 吃蛋糕